湯咖哩的味道好濃郁 它的湯咖哩应该有拿番茄去熬 我们点了一个生盆披萨 老实说它应该改名叫做起司瀑布披萨 起司真的有够多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网友推荐我的五间嘉义必吃美食 那这次我选的这几家店呢 他们在Google上面的评价 至少都有500个评论 4.3颗摄影厂 那现在就来跟着我一起去吃 好吃的美食吧 讲到嘉义的咖啡厅呢 一定会停到两间店 一家叫做双空咖啡 然后另外一间叫做咖啡漫步 这两间呢 就是号称全台湾最漂亮的咖啡厅 但是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才发现 哎呦 这两家店其实是同一个老板开的 而且还是一个香港人开的日系咖啡 那就赶快来看看 我挑的这间咖啡漫步 它到底厉害在哪里吧 屋林超过50年的咖啡漫步 其实是以前的中流旧宿舍做改造 店内环境宽敞 有种午后睡衣阑珊的悠闲气息 座位简约优雅 故意的摆设和木桌椅 不能看出店家在装潢上的细腻和用心 菜单的部分 以蛋糕、咖啡、果类饮品为主 白贵味蛮重的 但是是可以想象的味道 不错 先来吃吃看这个 盐植花焦糖奶油圈 好惊艳哦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味道 因为它是盐植花 鹼味跟焦糖非常搭 所以它的蛋糕体还有中间那个酱 甜甜甜甜的感觉 非常的好吃 再来吃吃看这个 生乳酪野莓淋浆 好漂亮的粉色 它是野莓淋浆 我觉得它有点带有优格的味道 所以没有那么的富豪感 而且那个美国的味道超重 但两个比起来的话 比较合一件 可以吃的话再拿去 第二家店要来跟大家介绍的 叫做旧时光新鲜市 它是70年的老袋 然后就在卖咖喱这样 它有上面1274个评价里头 4.6颗星 这家店是我想推荐我的5家里头 评分还有新等最高的 我们来一起来看看 旧时光新鲜市的老屋咖喱 改建自72年的日式老房 旧时光新鲜市 一共有两层楼 不过假日的人超较多 才会开放二楼 店内的座位相当宽敞 床边还有个日式卡卡米用餐区 另外二楼也有提供足浴咖啡 除了一对打卡专用的天使翅膀外 整间店的摆设 环境都相当的复古温馨 不过搭配他们的菜单 可以说是还得与创新的大罪决呢 我点的是日出汉堡牌 它汉堡牌比我想中的加持非常的多 它咖喱是偏姜黄的多一点的那种味道 然后不会很咸 它就温沙拉 就是煮熟的红萝卜跟白萝卜这样子 很搭诶 花生的那个香气 就是咬下去之后 汉堡牌就会有点失焦 变得花生是在前锋的感觉 接着来试试看它的汤咖喱 这个太好吃了吧 香芹之下我都好满 汤咖喱的味道好浓郁 它的汤咖喱应该要拿番茄去熬 因为有个番茄的甜味在后面 完蛋了 我整个点错 汤咖喱的鸡超嫩 我觉得那个4.6分 一定是会点到汤咖喱 我这个虽然也好吃 但我觉得没有到406 但汤咖喱我觉得超过4.0分 位于西区中益街的首摘披萨 在嘉义可是有着超高人气 没有定位可是一味难求 店内环境结合红砖等工业风元素 开放式的厨房 也可以直接看到师傅擀面皮 烤披萨的过程 另外他们家的菜单也超有创意 除了基本款的披萨口味外 还有许多让人颠覆想象的口味 那么就赶快来看看 我这点了什么吧 我们点完了 我发现它的菜单非常有用 吃饭很快就可以加汤 饮料跟奶酪 有一款披萨就用乐桶 提供一个牵筒 随便抽出4个配料 不管抽到什么都不可以耍赖 按照你抽的来配这个披萨 好不好吃这样子 这些拉丁披萨是以创意取向的主意 吓到了吧 他们家居然有东石仙科口味 近15颗的仙科居然和披萨搭配在一起 老成小黄瓜丝 云上山葵酱和美乃滋 哦对 我们点了一个深盘披萨 老实说 它应该改名叫做起司布布披萨 去丝呢有够多 还有一道提拉米酥披萨 浸泡过咖啡的熟子饼干 可以挤上鲜奶油 所以巧克力和和可粉 哇哦 怎么美到的怎么让人期待啦 我的东石仙科披萨来了 叹叹 比我想象中大欸 因为我看网路上它写说 就是一份披萨大概是1到1.5人份 然后我今天点的这个东石仙科披萨 里面有一个我蛮害怕 但我很想要尝试的东西 叫做姜丝 我居然会觉得姜丝好吃欸 跟仙科好搭哦 原本以为仙科跟起司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搭 但它上面淋了美乃滋跟三葵 美乃滋的甜味 综合掉那个姜丝的呛辣 我想象中厉害很多欸 深盘披萨来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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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起司也牵太长了吧 刚吃那个深盘披萨 它其实多到从天堂变多 快被淹死了 最后一个提拉米酥 它说是整家店里头最推荐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蛋糕五支 它是冰的 它是冰的披萨 我第一次吃到冰的披萨 然后它的奶油 不会是那种死甜的鲜奶油 饼皮已经变成蛋糕体的一部分了 我没有想过冰的会这么好吃欸 这个当那个餐后甜点刚刚好 零刀代表 你家隔壁 吼这个名字真的很可爱欸 境内环境不大 整家店才自主使 你家隔壁主打暴冰盛代 口味相当的创新 从异国泰奶到嘉义凤梨 当季芒果样样都有 泰国邻居的珍珠奶茶 150元 第一销是每个人要点一个人品 所以我点了一个蜂蜜柚子 呃有想到这么酸喔 有欸有手标感 手标泰奶是那个泰国最大的泰奶品牌 叫做手标 因为预计中的好吃 虽然比一般的鲍饼还要贵一点啦 这个价钱是我可以接受的 我再来喝一下 我们有单点一个泰奶 诶 它超到底的 泰奶就是会比一般的奶茶 还要再甜很多 因为它家的汁链 它超到底的 诶 我现在才发现 那个鲍饼还有一个 奶酪诶 好扯哦 来吃吃看有奶酪的部分 诶 它奶酪完全没有甜味 做觉不太刚好 最后一家引人丼饭 是上次影片底下最多人提到的留言 一定要进人 1415则的评论中 居然高达4.3颗星 号称嘉义最霸气的日式丼饭 店内的调味料和微酸汤自取 当天我们点的是 极上男子爽拼凍 和一般的男子爽拼凍 满满的猪肉片 鸡腿排 和极上上层的鱼卵 副餐还有提供红豆豆花 果醋和沙拉 不得不说 他们家的用料真的过于实在 这样的份量和价钱 CP值真的会吓死人 挖了好久才看到底下的白饭 但我居然没有按到录影键 正好吃完 再另外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了 我吃完引燃了 我要老实讲 可是我觉得引燃呢 它是CP值很高没有错 但是因为吃过安和物 就会觉得 安和物在特色上 还有味道上 确实比引燃的分数还要再高一点点 这是我的个人感觉吧 引燃呢 它表现不错的还是它的肉 因为它的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每一块肉的那个酱汁都很均匀 那极上男子汉呢 它不是温泉蛋 它是蛋丝跟鱼卵 所以有点可惜的是 它的酱不够多 下面全部都是白饭 就有点像在吃定食的感觉 今天的这五个网友推荐的 我最喜欢的是手袋披萨 因为手袋披萨它的特色 还有价钱来讲 是我觉得最满意的 那因为真的蛮好吃的 所以就偷偷去跟老板交涉一下 看他用没有够合